你好, 財經揭露, 大家好 6.1是9月7日的凌晨 首先就是正如之前所說, 下面留言說什麼群組可以教你炒股票 說真的, 三九不識七哪有這麼笨的東西, 這些騙局多 所以就很感謝網友, 似乎我看下去的時候, 下面沒有了這些 我相信是很多網友, 一看到就舉報 我自己看到也會舉報, 是的, 然後就沒有了 因為不是每個網友都這麼聰明, 有些是蜘蛛的 或者是有些人貪得意, 貪刺激, 就去回答他, 那你就很麻煩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節目, 首先就是, 我和何子剛 大家都相信都是說良心說話, 評論那個經濟, 樓市故事的時候 那個風格, 有些朋友會覺得, 剛志瑜你說話很忍悔 我又不清楚, 我在這裏說清楚我們的原則 首先, 我是老股民來的, 我不是投資股民, 也不是持牌的那些 所以就是不適合在這裏給投資意見的 第二件事就是, 一定不會說二、三線股票的事情 因為我始終都覺得, 香港的二、三線股票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 如果說的話, 會不會, 剛志瑜被莊家賣氣啊 在這裏做宣傳啊, 有人落答啊 所以你們放心, 我就一定不會說, 提也不會提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人, 又叫江志瑜, 又說二、三線股票 那個一定是假的, 你放心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裏幫到大家 所以, 人人說的事, 人人做的事, 我們就不需要做了 我和何志瑜說, 每天都有人說, 騰訊的走勢是怎樣的 那些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就希望做一些外面的人沒有做的事 第一, 所以變成就是, 很少很少啊 是講一隻股票的走勢, 然後教大家慢慢的 真的不會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在我的經驗裏面 在我的經驗裏面, 其實認識我的人 認識我江志瑜的人都明白的 就是, 你認識我, 你問我拿股票, 你問我怎樣看 如果是朋友之間, 波友也好, 行山友也好 一起做事的也好, 我都會告訴你 是啊, 那我年初的時候, 人人問我, 我也是這樣說的 黃金咯, 小米咯, 就是這樣 很奇怪的, 很有趣的, 到現在為止 很少人, 很少人, 很小心給朋友 雖然聽我這樣說, 但是真的, 買了的就是很少 那麼, 那個原因就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其實, 個別股票, 真的是很難賣的 真是不容易處理的, 這件事 所以, 我都是覺得, 應該是幫到大家的 就是, 我能夠很清楚的, 講個大趨勢給大家聽 那麼, 你們呢, 就去自由, 找合適的ETF去做 那麼, 這個就最好了 那麼, 個別當然啦, 有時候有些朋友 他有個心癮的嘛 那麼, 你說, 想看好恆生指數 或是美股, 他自己喜歡選股票的 那麼, 這個就各下, 自己處理了 是啊, 那, 我所認識的散戶呢 真是處理得, 好的是很少 所以, 我可以是個別買兩、三隻, 四隻, 五隻股票 他可能有一、兩隻中 但是, 另外那三隻都不行的時候 其實就只能做的 那麼, 所以, 我就不會說 特別的, 推介個別股票 那麼, 有時候, 我也是會 在這個節目的過程裡面 會叫大家, 看一下這隻, 看一下那隻股票 這些不是推介來的 那麼, 因為呢, 其實呢, 你要明白那個市 那個走勢, 為那個市把脈呢 其中一個很好的訓練呢 就是, 去看某一些的股票 那麼, 所以, 我整天呢 講完這些股票之後呢 我都跟大家講, 這個是欣賞 大家可以欣賞那個股票 那麼, 那個過程裡面, 看一下 咦, 我以前學股票的時候 都是這樣啊 那些, 那些大師級啊 賣給一大堆股票 我又看一下看一下 啊, 看得一年半載 有感覺的呀 原來那些股票 代表了一個市況的呀 那麼, 那麼, 那麼 那, 那麼, 希望這個方法 能夠幫助大家 那麼, 我也都不會說 叫, 我就是, 我自己是 最主要是分享长线、买相的机会 我们也不喜欢沽空的 所以也不会推介大家买铺链 我在下面的网友,我看到有些有实力的,比较聪明 听完他就自己做,因为他们自己是有实力的 所以他级数足够的,有一件好事,大家有个交流 我现在进入正题了 港股真的很惨,我觉得整个过程 美股一直以来升多个跌 无论Nestat,无论道指,八百声是这样升,升了几个月 但是港股就不是这样 近期来说,上上下下有很多大师 都说港股会上二百五十天线的 就是二万五千美,二万六那里 还有一个最后一阵去炒的 为什么呢?因为未来很快就会有疫苗 可能中国有政策,都是说这些 在我心里面就觉得,你很多股票 三月见底之后,到现在 升来升去都是那十几只股票 就是那些香港的新经济股 旧经济那些动都不动啊,有些是跌到反了 所以我都觉得,应该是不是会有些机会 就是炒蓝灯笼都要的,汇丰现在 之前就兴高采烈 说不派息,那些散户在下面 骂骂骂骂骂,到现在 跌到三十元边,就很多人说 很多KOL在那里说,喂 汇丰不要了,应该是不是时候有机会反弹一下呢? 但是我又见到一个数据,令我 不能够这样想 麻烦你,何子刚,上星期那个 牛熊症那里 其实那个牛熊症真的很过分 牛症是占七成的,熊症是占三成的 这些,识体的这个,配合了形势 真的,真的一夜是这样沽下来的 这个数据真的,省户就比较乐观做 乐观得很紧要 那,所以呢 真的要扔下去二万四边,这个合理 是的,这个合理 这个牛熊症是星期四的 星期四早上的,OK? 那,我们看回恒生指数的图 有时候有些图表很有趣的 真的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有用的 恒生指数因为这图表 这三月到现在没有破格局 所以走来走去 都是这样看的 最顶的时候就是2018年头 三万二 一条斜线倒下来 OK? 整个三角形底,三月的时候冲穿了 现在弹来弹都弹不了上去 那在图表圈着红色的那个 是七月的时候,弹上去二万六千 松一点的那一刻呢 就成交比较大 但是被人弹回来,现在都连不上去 那一个指数呢 如果是长期是这样的牛皮 那其实就真的是很痛苦的事 而且未必能够看好 所以我希望 就是落后的股份 后来有机会拉上来 然后冲上去 大家有机会转一转身 那如果 单体 那些棋子棋权的那些摆位呢 其实 炸完这堆牛症之后呢 其实是仍然是我不排除有机会 撒上去的 因为我看到那些 棋子的call put 那个open interest 不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似乎 似乎这帮玩开棋子棋权的 比较资深的投资者呢 都不是很摸到这个月的波幅 那如果是波幅很窄的 那就很简单啦 就是会在 open interest那里会多啦 那大家少呢 那就是他们也有猶疑 那他们有猶疑的时候呢 就杀了去24,000 就有机会杀上去 那还有美股呢 虽然上个星期跌得很急 那但是这些市况呢 其实仍然是有机会死鸡撑饭盖的 始终有些人在低位呢 会挠货和不死心 那所以反弹呢 是不出奇 那希望那些蓝灯笼能够发力啦 好啦 那刚刚 爆了一宗消息啦 我想何子刚都要留意到啦 中芯国际的 那边有一个公仔 是 中芯国际 美国是可能对它实施制裁啦 那这张东西呢 就是 经济日报的 你知道经济日报 是啦 那他当然是这么说啦啦 内地半导体产业啊 发生这个缺口啊 华为雪上家伤啊那些啦 其实现在说呢 就是 美国那边半导体业都很大和喔 因为 华为和很多中国的厂家 直接就不光顾美国了 高通就 可能是收皮的喔 那接着呢 就 说 中国要的需求呢 尽量用中芯 那么 但是那些 顶级货呢 中芯是做不到的 现在14纳米左右啦 如果比较厉害的 那他就说 不要那么漂亮的晶片咯 这样啊 而且你大陆的反制也都可能很贏 如果再捏下去呢 特朗普 过年任还是这样捏下去呢 大陆就对稀土可能 现在都出了少少招的了 他再出多些 美国那边都很伤喔 现在听到的就是说 这样讲 虽然呢 我对半导体的东西呢 我也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我 我自己也做过这一行以前 但是呢 就是我想说就是 能够去到多少做到多少的东西呢 除非你真是做得很上升 你才会明白知道 究竟中芯做到些什么 华为差些什么 那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呢 其实 不用那么高端都可以的喔 很多东西 其实当你去到美国的时候 你去拿个电话卡租借个电话用 在当地 他也是给你一些二枝两枝的东西 你又不是一样是这样 讲电话 你又不是一样是这样 传讯 一样是这样 传WhatsApp 是不是啊 一样是这样做的 其实没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是 应该我自己觉得 中芯能够支援到呢 是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运作 我不觉得有很多问题 是呀 第二样东西就是 因为美股本身 就真的严重偏高都很严重的 这个是比起几年前 升了十倍的股票 那变成了其实他们很脆弱 不能够承受 一些任何的对他盈利不利的倒退 那其实是 的确是 中国如果有什么动作 他们都是 很拷头的 因为特朗普 到现在为止都是 对美股票都是很玻璃心的 我相信跌了几天 他又出来讲话的了 我想这个就是 摆个姿态而已 他是不是真的够胆 对中芯制裁呢 这个就是 后话了 那我们看看中芯的股价 为什么我特意提到这件事呢 就是 中芯那个顶 是不是因为 这个制裁做出来的呢 其实就不是 是早那一轮他上A股 记不记得我们的节目讲过 是 那次那时候 很少的出货已经做了一个顶了 那就是四十几元 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很聚啊 三十几四十几元都希望买到 就是希望 有货就好了 原来 开完那个派对之后 下来 是永不超新的 如果四十几元买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 那你见到星期五呢 就列口下去下面的 那就有个圈圈在那里啦 那跟着就试了 那之后就立刻很急速上回来 那就有成交的 那我估计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守得下啦 那再在下面呢 比较好一点的应该是二十一元那边啦 但是 但是逢是股票呢 做过一个这样的顶位呢 一个这样的顶,四十几元那边 一个这样的顶 散过货呢 那其实 真的很难呢 短时间之内上回来的 因为其实它是 很多蟹货在上面 加上现在开声制裁 明天看看它怎样表演呀 我不知道 就是说太高就不会了 会不会有些东西搞下呢 大家不妨欣赏一下它们表演 这个我不是投资意见来的 叫大家欣赏一下 股价波动啊 那个表演啊 好,这一节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啦 一会儿再见啦 下一节再见啦 好,拜拜